大膠碟13元 鞋太小了 老婆已经拿了烂尿虾 那我就不可能了 这个原配没有高 这个姓子早几天吃过 还有这个应该是冬配 多少食物 再加上这个 这个要很懂得把控火候 要慢慢煮 160万 你租就租得2800 对了 要租很久才收回 大间屋是你的 你起码给市中心好 好 好过去买龙津路的学位房 事实上是 那裏有4万里面有3万 是的 都是学位来的 这裏起码有两成左右是学位前 这里铺如的屋子比较漂亮 是的 好 Hello 各位观众早晨 现在是11点14分 今天是一个星期日 而我的老婆带来潘芋 都算是南蒲岛 在诺溪旁边即是吃海鲜 竹底海鮮火鍋 番茹這裏有很多 我想先發明這件事應該是順德人 但如果說到發揚光大 就真的是番茹人 順德是不會跟你說的一式 順德還沒有那麼值 但番茹人是懂得把食物的成本降低 這是其中一個 深圳也有很多 今天來吃這個 跟我們上次去南蒲島十八聰大排檔 其實是同一家 該就是這裏的 但它寫宵夜城 有了 已經開始有食物了 我們在這裏拿位 這個叫十八聰宵夜城的竹底火鍋店 還有很多人 多人 我們去那裏拿位 不如看 就是這樣 打邊爐這個位置 好啊 這裏我們搓 就是這樣 當然沒有回到那邊那麼新鎮 那些適合裝修 這裏是最老牌的 究竟有甚麼食物呢 我們先製作茶 南蒲十八聰大排檔 自助火鍋 大膠碟是13元 膠框是6元 貼碟是10元 細膠碟是6元 這裏是10元 這裏有多食物 這裏應該是大膠碟 13元 蟹太小了 老婆已經拿了辣尿蝦 那我就不拿了 再來還有這種 我最愛的了 有些 它都是雪藏的 有大有小 我會拿一碟 但是不是生眼的 不過是雪藏的 再來還有 原背 原背 只剩下這一碟 原背 原背 沒有高的 這裏是聖子 早幾天吃的 還有 刀背 有很多食物 試試刀背 不要太大 這個 對面 小雜蟹也有 不是大雜蟹 又或者這個 貓眼鵝也有 這個太大塊了 不必了 海鮮種類也很多 雖然不太大 很新鮮 也是雪藏的 十多元 有魚 生蠔 13元 一碟 拿一碟 選擇這碟 這碟 這碟 還有魷魚 甚至海參 上面是蔬菜 蔬菜 6元 這邊還有黃線 老婆最喜歡 吳春 也有 都去過這麼多的 粥底火 這裏真的算多 價錢便宜 是一回事 因為 魚當然會便宜 還有響鈴 我會叫一個 響鈴 這些沒有負擔 鐵碟是10元 肉滑 一應俱全 又或者像這些牛肉片 這些 還有 這個應該是牛打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很多熟了的蝦 沒有蝦頭的 或者是辣蟹 這個就是10元 這個10元 這些是最貴的 13元 13元 這個 當然先吃一輪海鮮 後來再說 這個我證實過是最新鮮的 因為其實還在動 都是雪藏 沒什麼所謂 除了我們面前的海鮮外 還有很多 比如說 點心 煎堆 各種都有 還有 還有我們看到 10元雞 一大瓶的 竹蔗馬蹄水 好過喝汽水 叫老婆去拿 還有她在做一個 醬汁 我在等她 我們在家裡過來 走內環路全程 只是用34分鐘 挺方便的 現在 今天 廣州馬拉松 所以有很多地方 都是封了路 我們走內環路 就沒有問題 等老婆拿醬折料 有到醬汁的時候 當然是蒜蓉 這裡好像沒有炸的蒜蓉 但是有沙薑 這個是沙薑 這是沙薑 還是磨了的薑 我要少少葱 然後一點油 我們這些食物準備好 這個是我剛才所說的 10元的竹蔗馬蹄水 它是熱的 已經看到裡面有竹蔗馬蹄 老婆開始吃黃線 那些湯底 竹底 剛才這個竹底 我已經調到第二世了 然後 都滾到捨立 超誇張 不然老婆那些 奶尿蝦 走 就是手忙腳連 至於我們現在開始吃東西了 現在我調到最小 看來這火最好 那我就先從這個開始吃起 我覺得這個 這個 這個 這裏有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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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最喜歡的蝦 以外 其實都新鮮 你看 它裏面還在思考 就是放一隻奶尿蝦 奶尿蝦 也是 哇 動的 放一隻 螺絲蝦 這樣慢慢浸 才可以 浸熟 它 好像是 例如這個刀背 這個刀背 上次我們在南沙吃過 超好吃 但要很懂得控制火候 這個 我猜它應該已經熟了 因為這些 很快熟 先夾出來 但是又是一個 考驗筷子工的時候 這個 應該熟 不是爛尿蝦 是螺絲蝦 老婆對我拿的螺絲蝦 很有不同的看法 正常 就是這樣 刀背 這個是最小的 然後點一些蒜蓉 因為粥底是沒有味 雖然有鹽 但是 用蒜蓉 試試味 我這堆 調味料 是忘記了 放少許 辣尿蝦 很熱 很爽 刀背 我控制火候很好 辣尿蝦 可以吃了嗎 味 讓它慢慢浸 慢慢浸 這樣 肉酸麵 是很便宜的 是嗎 番魚 都很好吃 東西又便宜 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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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地方又不像 去到順德那些 那麼難找 順德那些真的很難找 順德不算很便宜 順德不算很便宜 順德吃類似的 粥底海鮮火 都是番魚便宜 對 還有那裡 順德 其實 坐得逼劫過來 番魚 番魚是富樂很多的 基本上 沒有什麼很小的店 即是那些小食店 沒得說 這裡是位於南蒲島 南蒲島 他們十八聰大大當 有三間店 弄得好像賣廣告 其實不是 只不過我們喜歡來 只可惜那女兒今天沒有陪我們 叫他來也不來 這隻賴尿蝦 相信應該都爽動了 一人一煮的好處就是這樣 你可以慢慢滋滋油油地吃 但是賴尿蝦 我是覺得這樣放在粥裡面 真的不好 但是它真的很鮮 很矛盾 先剝殼 讓我先剝殼 然後弄完這個賴尿蝦 功夫超多 但剛才輕輕試過 那些賴尿蝦 都已經很鮮甜 賴尿蝦是來這裡必吃的 即是我們要拍攝 手就沒空了 否則會狂吃狂吃 它平均為一隻 是兩元左右 很鮮甜 奶尿蝦非常鮮 我試過了 接下來 萊斯蝦已經被夹起了 做個響鈴 拍一下它 響鈴 當然不是像潮石 牛火鍋那樣 很鮮甜 可以了 喜歡 響鈴 就是這樣 可以嗎 可以 我覺得 可以蘸些薑蔥 蒜蓉 這裏都很好 但當然不是最好的狀態 最好 很棒 因為響鈴已經是這樣的狀態 它不是很脆的 響鈴是可以有拉 但是 足底火鍋 下次也不會要響鈴 現在它煮出來 沒有那種清湯火鍋 牛肉火鍋的清澈的感覺 是 接著 生蝦 生蝦 也是我拿的 讓它慢慢浸熟 讓它慢慢浸熟 接下來試試這個 馬蹄 竹是馬蹄水 10元 可以 而且裡面有材料 還可以吃完 我相信 蝦就應該可以了 但是 又走了 它們有給 那個 隔 的 都是要有工具才行 對不對 挺肥 挺像 這個生蝦 挺好 還有一顆 我記得是 老婆現在開始試刀杯 刀杯 她一定是 很震驚 可以 試試生蝦 我們那時買的 多少錢 十幾元一隻 十幾元 藍沙 藍沙 很貴 嗯 一隻蝦 春仙 爆汁那種感覺 接近早幾天 吃那個生蝦 那個 站江雞的生蝦 剛剛我吃了一個響鈴 看上去好像放了很久 吃起來非常好 我都不敢吃光 留一塊給老婆 至於這裏 兩隻螺絲蝦 被我殺了 還有一隻生蝦 生蝦 生蝦也是 但生蝦 要多點蒜蓉 都新鮮的 新鮮的 包汁的 吃完這一輪之後 應該會拿些牛肉 或者一些貝 貝 貝 那些 我呢 就放了這個 這個要 很懂得把控火候 要慢慢殺 嘩 越吃越熱 接著就 嘗嘗這個 女兒沒有來 要炸奶尿蝦 不知道用奶尿蝦 拿給女兒吃嗎 那沒問題 拿給女兒吃 我就不吃了 但是奶尿蝦 這個要用的 很辛苦 我就嘗嘗這個 刀背 把火候控制得非常好 應該爽 除了那些 一碟碟拿的 點心 還有海鮮之外 還有點心 價錢都不算很離譜 糯米雞十三 牛仔骨十三 大多數都是十三 乾炒牛可都是十三 鳳爪就賣光了 燒生蠔一搭四十八 五隻二十元 扇貝 青口 一應俱全 叉燒菠蘿包 網紅丁 這個看不到什麼字 芝士 奶黃菠蘿包 反沙芋頭 很多 最貴是反沙芋頭 還有日漏漢堡 十五 其他都是十三 除此之外 還有 飛餅 飛餅 油鹽飯 十三個八 麥芋餅 花生醬 枝餅 很多食物 所以來到這裏 絕對不會餓 選擇有夠多 最緊要選擇夠多 我們有考慮過吃過腸粉 不過想想還是算 還有 才是第一輪 第二輪都未去拿 竹底飽了頭 可以不吃 腸粉 你叫了不吃 很不值 你去拿吧 一定的老婆 現在派了我來 再拿些肉 好 這邊有些小腸 牛肉片 應該拿這些 應該拿這個 才對 你看 還有這些牛肉片 應該都是可以要些 這個會不會太肥 我決定就是這碟 花紋好像這碟比較好 你看 這碟 至於這個就是 奶尿蝦 等一等 還有很多青菜 豬紅 老婆媽媽說飽 免得逼她吃 粉腸 豬潤 一應區場 牛柏葉 蔬菜 很多都有 這兩個 這個 鐵碟是10元 這個牛肉丸 旁邊這個 應該是牛肉 這個是13元 飽了 飽了 他說飽了 我還未飽 我這裏還有一隻奶尿蝦 很少 就是越來越 熬了 精華 如果有需要 可以叫它 再加些粥底 我認為不需要 牛肉 這樣 牛腩 是嗎 牛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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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懂 還未切 牛肉片 基本上我分不出什麼部位 是嗎 這樣拌下去就可以了 還有肉丸 真的呀 牛腩 牛腩 打煲 牛腩 我試過了 我已經夾了一塊最大 其實都未至於吃不下 這個時候 我加了一些糖糠 糖糠 肉丼粥 這些配搭很新 最後一輪吃完 就不埋單走人了 哇 非常滿足 轉這些模式 你可以叫糯米飯 鹼薄餐 甚至乎後面 這班 老食家 食家 還有 刺身 海魚刺身 真的厲害 粥好吃 牛肉丸 我打算不再和大家說 在這裡慢慢探 吃到粥 什麼味道都有 牛肉丸很棒 弄得又上兩粒牛肉丸 對呀 熟悉的 13元 又十粒八粒 我賣了兩粒 我吃了兩粒 這裏再來兩粒 十粒 終於六粒 一粒牛肉丸 這麼緊實 裡面有少少調味 剛才吃的時候 好吃 既然說得這麼好 又說來這裏的交通路線 在這裏 去洛溪地鐵站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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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洛溪 洛溪 新城小學 新浦路 這裏 步行 10分鐘 便能夠到 洛溪地鐵站 是很鹹 南浦地鐵站 其實都差不多 但是我感覺 南浦地鐵站 就沒有那麼好走 強烈建議 大家都是 去洛溪地鐵站 走過來 會比較好些 出了地鐵站之後 往橋那邊方向走 就可以了 我們吃飽飽之後 就沒有這麼快 買東西 我們打算回去沙丸市場 買點菜 買菜之前 我們會在洛溪地鐵站 先走走 看看店舖 看看樓價 各種的 我吃了一粒牛乳 和粥 就買單 那些又吃飽飽 最足的賣單 是124元 很清晰 寫了哪樣是多少錢 哪樣是多少錢 吃到很飽 都是120元 我們全部都照光 是的 只有一碟是菜 全部都是肉 那碟菜 如果你想吃什麼 它又有腸粉 那些腸粉 應該挺漂亮 13元 是 延拉 因為它有賭產 好了 我們現在 剛剛到一點 沒理由這麼快回家 當然到處走走走走 正如先生所說 我們會往 洛溪地鐵站的方向走過去 都很久沒走過 這次走走走 還有 剛才我出門的時候 老婆說我 為何你穿短褲這麼勇 現在證實了 我這樣的做法是很對的 熱到不得之了 還要戴太陽帽 跟夏天沒有什麼分別 這些就是我這幾集 一直在說的一件事 現在是27攝氏度 是的 27攝氏度 好像夏天一樣 12月 12月中也來緊透了 是的 9日還是10日 是的 關於最好買一部這些小車 為何呢 第一個便宜 便宜到好像有新款 兩萬多三萬元都有 然後它只有慢充 因為在潘嶺地方多 停車場裏慢充 這樣便好生活 電雞都不能開 我們又回到吉祥路 大家可能不知道什麼地方 如果在前方一直往前走左 便可以去得到強機雞足 早茶檔那裏 又便宜又漂亮 很多人吃的那些 這裏吉祥北道 在潘嶺停車很方便 生活有多好 前面在這方向過去又有地鐵站 就是洛溪地鐵站 超市又有部分 這是靈手機又有賣衣服 又有一些舊屋 цINO 第一个是洛溪 然后是大石 然后是市桥 还有潘渔广场 潘渔广场也不算很够 在这里是很够的感觉 因为它最近广州 在这里 要回去广州 讲广州 这里都是广州 海珠区园是很方便的 又有苹果 昨晚买的那些苹果好吃 借15.8元一条 贵一点 反而菜便宜 2.5元 慈菜心 零下菜心 1.98元 那便很划算 划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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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得够粗 及 Simple 还有蜜蜂 又有白心 正当 이것도 现在可以買了 而来这些太小 operation 对,这些这个是严余 悶到手手都痛 那就把钱包lie 这些ちurs 因为附近住的居民都不少 都够生意做 不会说没钱赚 又有鸭二折 一元一个 即是鸭掌翼吧 很喜欢火窝 这里又有 全部都是火窝料 天气凍 喜欢吃这些又有河粉 那些面3.7元 手工 河粉3.9元 这些是什么 腸各种都有 猪润米扇 菜花 可以的 2元 这些 新鲜 新鲜 这一块可以吗 可以的 拿小一点 拿小一点 老婆在这里买了很多东西 我们还打算让人去沙远市场 都不知道怎么办 不过该买就买了 家庭主妇都是这样的 买了菜心 又买了30个 这边有鸡蛋 还有芥兰 但我不太喜欢吃芥兰 脆肉芥兰2.5.8元 又或者西洋菜2.5.8元 都是这个价钱的 现在西洋菜便宜了很多 西洋菜没那么漂亮 我曾经经过买 潘雨这些物价更便宜 租金应该更便宜 其实货都是那些 早几天老婆看一位香港博主 名字就不要开了 她说猪肉多少钱 大皮上肉 五花肉 还有五花肉 五十多元一斤 港滚港元 我们这里十三元 可以吗 十六元 广州 两个半 是西洋菜 香港16元西洋菜 在这个方向过去 就是海珠区 这个东西就是地铁站入口 这里叫做洛溪地铁站 没错 这些地铁站得出来的 小食家买奶茶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这边又有老城区的味道 上边写着那些租屋的电话号码 这条路挺旺的 就是这样的 这条路又有白货 又有面食 又有华辉拉肠 雪糕店 奶茶店 一应俱全 还有华辉拉肠 总有一间在你身边 刚刚新开张的 密雪冰城 桂林伟饭 这条街很多食物 应该平时都是很热 今天是星期日 更加 很多人今天休息 就不用到处走 跟家人玩够 或者睡饱 休息就过来吃个饮 又有牛杂 这些屋特别 它不是九层楼高的 不像我们广州那些月秀 月秀区那些九层楼高 大概都是五、六层 地下就是地铺 就够黄的 还有汉堡包铺 永远都会见到的 腸粉铺 便利店也是有的 这条街真是几旺 在这边过去 刚才平行着那条路 住在上边 下边停车 也有一部电动自行车 又有便利店又有银行 我相信到夜晚应该会更热闹 我相信到夜晚应该会更热闹 又有剪头发的铺 叫艺丝角 我记得应该是 业务情刚刚开始 无奈的时候 那时我还不会在一条影片里面说话 曾经来过这里一次 当时已经挺热闹的了 但相比之下 现在当然更旺更多人 更多的店铺开了 还有普林 腸粉 这里是炖汤的 或者这里是吃 这个是武汉热干面的 有这些 全部地方都开齐的感觉 说明他们的租 这些加盟的 不是西关那些老味道 你看到那些CCTV的东西 是吧 宁愿 对呀 宁愿这些也好过 基本上是这样的 究竟这里附近的楼价又是如何呢 我都想找到一个地产中介 看看 但仍未找到 行行行 找到地产中介 大概是什么位置 我都其实是不知道的 搬完不限购的 但这里看得不好 吉祥上街280元是租 哪里 是万多元一平方米 贵的就是三万多元 哪里是别墅 别墅 17,500元一平方米 都是正常价格的 因为这里有近地的站 2号仙 三房租了2800元 没有说多大 公园1600元 公园1600元 如果你说这些 九颗坡一万粒 16,500元 你租了 租了2800元 是的 要租很久才收回 算是可以的了 那一间屋是你的了 你起码比市中心好 好 好得多 好过去买龙津路的学位房 事实上是 那里有4万里面有3万 是的 都是学位 这里起码有 只有2万左右 就是两成左右是学位钱 这里的屋子比较漂亮 是的 回到光复路 龙津路 光塔路 那些 那么烂融融 但是学位是很漂亮的 那种 有观众敲流 想回来 想回来广州 我觉得这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你说里湾区那些 它就比较贵 是贵的 贵就不抵 在什么呢 就是一个学位的钱 是的 因为如果我们的观众 是不需要考虑这一样东西的 要个学位来做什么 有生活器材 好像对面那些 你装修好它 挺企丽的 是 下面又有 可以停车 停车又方便 买部 刚才我说的那些 电动自行车 不是 那些 那些 Mini 那些 50Mini 几万元充电的 挺好 既有近地铁站 而且 那地铁站是二号线 不是那些 古灵精怪 名字都说不出 二号线 你回去 比如说 海珠广场 公园前 不用很久 最起码不用转线 那里就是洛溪桥 一直走 还有万岁寿司 是的 虽然这个旧的 但配套很齐全 这里 卖衣服 连整单车也有 另外一会儿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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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月秀的 那些 学位房那么贵 天河那些 是那么贵的 天河那些 就那么新 那里 是很贵的 那里 有没有那么多 老城区的 那些生活的味道 又没有泥湾那麽够 这里又有人情不味 配到都齐 停车又方便 几好的 小朋友几开心 这里喝茶更便宜 如果你有部电机 又或者我刚才说那种电动汽车 驾驶车进去强计吃个早茶 喝个早茶 又或者中午睡醒觉 好像先留我们后面那几位 约上三五之几 因为地铁站走过很近的 十分钟而已 约上三五之几去那裏 吃个竹底火锅 在海珠区的南边 这裏是洛溪 其实南蒲那边 地铁站出来 还有一个很大的商场 叫做南蒲天地 好像还是不知叫什麽 都几舒服的 那裏新很多 那裏就 我和大家简单看过了 现在我们就回到车里拿车 现在就过去沙远市场 买少许菜 因为今天是一个星期日 到下星期 一流可能天气会有所变化 或据说会下雨 不知是否 第二 通常我们周一到周五 都不会买很多东西 都是留在星期日买 现在就去大采购 今天就不去方村了 我们来买些菜 女儿说要买什麽 买海珠区 红猪熊汤 又看看来到两点半的沙远市场 是怎样 每一次来我们都会 买猪熊汤 只要面包今天就不买了 不在这裏进去 我们在这边过去 沙远市场买东西出名便宜 跟先后我们去潘鱼比 我相信都能够比下去 不是的 因为沙远市场来 就方便 去潘鱼买重就不太方便 而且潘鱼市场没有那么大 这些又有叔叔阿姨 买菜 差不多 这裏比较贵 当然这裏比较贵 还有新金熙大酒楼 下次又可以在这裏吃晚饭 我们驾车经过金壁附近 即石溪附近 发现有多容易闹 下次可以去那裏 逛逛市场吃饭 今天有观众问我 保叶路这裏 拆掉了 是因什么事 其实是这样的 它作为一个升级改造 将原先那些这么热闹的宵夜当 比如面前这裏 拆掉了 然后在对面建一栏新的 主力做宵夜 有个问题 吃宵夜 一定要坐在马路边才过瘾 我不知道到时怎样 再买一斤 这个是磁菜 好 栗子 先后差点想买 想想它有没有买到 买栗子 这些是10元两斤 叫做阳山油栗 10元两斤就 10元两斤就不准选 发现我们每一次都要买栗子 现在又是吃栗子的好时候 遲些又没有那么好吃 而且它越来越爱上 吃多一个月就没有 吃多一个月就没有 还有呢 为数不多 我们今天是有开车来沙丸市场 其实就可以买多些 尤其那些什么豆腐花 我很想买豆腐花的当 我们去龙津路市场 它又买了一袋 一袋栗子就吃完了 那袋被老板焗 它买了两斤多 你拿到手都痛 这里买什么 苹果 又有苹果 6元一斤 蔡花2元半 跟我们刚才在斑鱼 看到的差不多 那至于 猪虹汤 就在前面 我想出回来那时才买 不如 这里是什么 花牛苹果 口苹果 口苹果现在越来越多 我发现4元半 是挺甜的 在一年之前 两年前 一年前 一年前还是一般的 那一年前 辣牙多 不太喜欢吃苹果 现在的烂牙被医生拔掉了 吃下去有几个样子 而且它买的丑苹果 都挺好吃的 有糖心 现在 有糖心 是的 在哪里出回来呢 就是先头提及过的 补业路 以往 宵夜一条街 现在 已经拆得八百九九了 还有几间 人家不是租的 另外一个业主 也拆不了 还有几间剩的 比如说 奇乐多 在前面还有 或者台山烧鵝 合掌瓜 25元一斤 之前 西朗市场买的精包 拿到回去 女儿吃过之后 很不满意 她说以后都不要再买了 所以我上网买了 那些 Sams Club 那些 包给她吃 她很满意 差不多 都是三元 所以下次会选 同样地 刚才想过 两点半 沙眼市场究竟是怎样 那你说够不够 早上又或者 收工时间那么热闹 那当然不够 但是都可以 起码有人 有些市场来到中午 这些市场绝对有人 是的 只有多人和少人 或者叫没有那么多人 西朗 西朗做24小时 就是我们去那几个 中市 中市晚上也是很多人 龙津路 为什么我们认识那么多呢 因为我有个朋友 他的职业 就是在市场做格格 真的 以前踢球式 其实有时候都会 向他请教一下 他都是讲一些 私中心那些 做得这个职位 都行的 是 不过我的朋友 很年轻 我们又来到这里 今次他们终于变了 卖豉油 这个是什么 厌氧干茶 不知道是什么 旁边继续是卖衣服 这个是胆五折 30元羊羊外套 然后这个是BB仔衣服 因为就过年 有些东西 不用买 要买的了 是不是 还有山药 大家不知知不知 其实最漂亮的山药 整个是来自广东省的 而是来自河南省的 人家有时候 有些东西是外省 比我们广东 这个是不能不承认的 又漂亮 我在街上走这么久 我都买过这么多次送 我没见过 广东省有什么淮山 山药 大多数都是河南省 我妈 为什么我认识呢 因为我妈在河南省工作过 她就说 那里的淮山是很漂亮的 我想买的豆腐花 就是这里 老婆说不想买 先走一下 或者先出来 前面就是猪肉档 够热了 这裏饺子云吞 16元8亿斤 市场多人 不过确实 跟平时我们星期五 傍晚来到 那种走不到的感觉 现在就当然没有那种 那么厉害 再来又看到了 这裏的灯 又全部变成白色 对不对 已经改变了 对 12月1号已经改变了 挺好 和大家看看肉价 10元 是的 这个猪骨 排骨 20元 最漂亮的 那部位 是的 有观众说 不能这么比较 我都知道 是不能这么比较的 但是差距也有点而大 花肉是8元 好买花肉 58元 是 看我这个频道 观众也有看我老婆 我说那位博主 是的 是的 他经常看 又看两地的价格 你说国内比香港 是很正常一件事 始终要通关各种 对不对 香港工资高一点 对不对 又有牛肉 又有肥牛 现设的 12元 猪肉 而且这些还未算最便宜 得到差不多收工的时候 那些价钱 惊呆了 有时候老板 就 臨收工 大特价 我们都买过不少 如果夏天 就尽量避免 始终这个市场 都已经是几乎 应该是最便宜 除非你去到很远 那种 我说买猪肉 但是 如果说到最美的 你当然去到清河市场 凌晨去买那些是最美的 大家在各大美食频道 都应该有看过 说什么去 鲑鱼吃猪杂粥 因为它有屠宰场 清河市场 那么近鲑鱼 清河市场就在鲑鱼 在鲑鱼拿些猪杂 去入货 所以这些猪肉是漂亮的 终于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鲑鱼 这个鲑鱼 就开始多人了 因为是卖鱼的 脆肉玩几次吗 7元不行 大腩7元 卖鱼的 哇 这些水都出来了 好 水为材 这些鱼很生猛 什么鱼 鱼 河鱼可能有 香港便宜 而且冰鲜的肉类 应该香港便宜 比内地的一部分 起码10% 20% 不一定 如果一些鲜活的 可能真的 内地的一部分便宜 不过都是那句 很多事情 不能这样比较 正如好像去到中东 很多人都说 石油便宜过水 不奇怪 好似我经常说的故事 就是说 如果一粒荔枝去到莫斯科 你想想可以买到多少钱 而在松化的朋友 就难过不要了 就是这样 大尿蝦 好 那么漂亮 今早吃完 先头我们想买那个椒盐 但是看见那些不是太好 所以现在就来买 再买大尿蝦 很难得 这种 今次就满足了 18元半 如果想买水产 星期六 现在这个时间来又好 喝完茶 过来 有些菜饭中不休息 直落 买些蝦 今晚可以慢慢再摸 下午早就去喝茶 只不过我们今早就不是喝茶 而是吃海鲜粥底火锅 回想起 刚才吃的海鲜粥底火锅 只有牛肉和菜不算 不是海鲜 全部都是海鲜 到这个区域 全部都是卖橙 这个区域是卖水果的 如果去到 往市 有时卖其他水果 尺 各种 我们都在买过 是好吃的 而看来 如果这个时候 中午时睡过来 沙丸市场 也挺好的 那些排骨 26元 这些部位很漂亮 这些用来 蒸排骨 最好吃 13元 瘦肉 如果走去里面 买蔬菜 那部分 最便宜 我们通常 都是去买天瓜 今天就不买了 我们去买 猪虹汤 这两档老板更厉害 它直接做成这样 是有冷气机的 里面 好像冰箱 不可能 但起码 小说它没有那么大 味道 这两个老板懂得做生意 你又买一块骨 20元一斤 15元 大骨 大骨 这个是猪手 煲西洋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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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好 又有肉 哪里有鲜骨 这块 这块好喝 那块好喝 这块好喝 那些汤 好喝 这块好喝 我们买了27元的排骨 用来煲西洋菜 煲菜 煲菜汤 如果你煲西洋菜 买西洋菜 又可以 经过考虑 又不买西洋菜 因为家里还有折瓜 煲折瓜汤 现在快点去买 煲菜 就可以回家了 都是我们每次都会 我买了个虾 就是哄女儿 真是她挂着女儿挂到 真是厉害 我们会沿着这条路 继续走 走到外面 拿车 都差不多买齐了 真是说那么快 因为 沙丸市场 我们熟 要买哪些东西 不用慢慢看 知道哪些东西 买什么 也知道价钱 不会很离谱 今天我们就不进来 这里 蔬菜都很便宜 不要要租红了 那个没所谓 两个芝麻糊 前面那里 那个什么 承讯经营下面那里 叫圆弘豆腐坊 这里有没有 有没有 有 差不多 但那里好像便宜些 6元一碗 不如那里 4元 那边 那边 不如那边 过去那边 煎样三宝 猪手 猪脚 豆腐 全部都是卖豆腐 我们就在前面 那个叫什么名字 我忘记了 好像叫什么 希顺甜品 美食 老板很年轻 好 就在这里 芝麻糊杏仁糊 猪红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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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就选择打爆酒 就在这里 我们避免它的猪红汤 不要说每次行过都要买 但每次行过都要买 每次行过都要买 每次行过都要说一下 还有好不好吃 大家都看到 现在几点钟 两点半差不多三点 坐到这样的 这些时候 没有人吃东西 都可以坐到这样的 这个就是我们拿走的东西 有开车来 在这里吃大碗一点 吃 分两碗更大 其实你别看一碗 其实很大碗 以前常常叫外卖就知道 分量不少 好了 星期日又完成了愉快的一天 又发掘了那么多好食物 大家可以跟着我们 回来玩去 吃粥底海鲜火锅 是挺好的 就是装修 肯定没有龙津露那些 那么新 但是最起码 分量足够 和价钱又便宜很多 龙津露 如果吃到这样的话 都要花不少钱 差不多200元 好了 分享这段影片给你的朋友 又或者点个赞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